各位同学好 那我们进到最后一题 繁迪7 它也是一题完全非弹性碰撞的题目 跟参例6的算法几乎是一样的 那只不过要稍微结合一下 之前上一次定期考的 力学能守恒 把重力位能换动能 这样就可以了 像第一小题 它要问的是 碰撞前的瞬间摆锤的速率 那就相当于是 把这个摆锤的重力位能换动能 我们在力学能守恒的章节有介绍 重力的做工与路径无关 所以重力的做工可以看成 重力位能的释放 它就不用管它的路径 只要你确定只有重力做工 那么就可以直接看高度差 就可以知道它的位能释放多少 那所以我们要看一下 这一段是多长 然后再用整段去减掉 这一段 就是它的高度差 就是delta h 那x其实是多少 根据这个角度的几何关系 x其实是2分之L 对不对 1比2比根号3 所以x是2分之L 所以x是2分之L 所以delta h 其实是2分之L 那接下来就可以带入 重力位能换动能的式子 重力位能mg mg乘上这个h 它掉下来 掉下来 掉下来 换动能2分之1mv平方 把小人去掉 那所以v平方就会等于2g乘上 2分之L 2g乘以2分之L 所以v就等于 根号gl 这是碰撞前 碰撞后 这就跟上一体一样 碰撞后就是两者合体 因为它是完全非弹性碰撞 所以碰撞后就是合体 合为一体 那碰撞前呢 是碰撞的前一瞬间 不是这个还没有放下去的时候 碰撞的前一瞬间是 小物体摆锤的动量 我们用动量手横来算 碰撞前的动量 再加上另外一个物体的动量 一开始它是静止的 就会等于后来的 小N加2m乘上后来的速度v' 那这样算起来 小N 就会变成 根号gl 小N可以消去 等次左右都有小N 所以小N消去 根号gl等于3v'平方 所以v'就会是 1 3分之1的根号gl 这就是第二小题 那第三小题呢 突然就蛮难的 第三小题会应用到 我们前面上一次定期考的 千直面圆周运动 各位还记不记得 这个有一个 千直面圆周运动 它有所谓的灵界速率 那我们那时候除了算 灵界速率以外 我们也有算它的 在最低点最高点 在一半高度的正向力 或是绳子的张力 那那时候还记不记得 我们有考试 那考试定期考的最后一大题 还是倒数一大题 就有溜滑板的题目 那这个人如果要溜一个 千直面圆周轨道 然后滑回来地上 它其实在滑回来地上的时候 它的双脚会承受很重的 很重的正向力 那那个正向力 在灵界速率的时候 就是六倍体重 那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 那个是怎么算的 那就是这一题会用到的部分 我们的速度已经是 从第二小题算出来了 在它碰撞完之后 速度叫V' 然后呢 它就开始绕圆 它就开始绕圆 它圆心就是 它的最上面 就是挂绳子的地方 那绕圆就需要所谓的向心力 所以它会需要向着圆心的力 那向心力只不过是 只向圆心的力而已 它可以有很多来源 那今天是什么力作为向心力呢 其实有两个力 一个是神子的张力 另外一个是向下的地球 对它的引力重力 还有一个向下的重力 那必须要用这两个力相减 这里NG写错了 它这时候已经不是M了 它是3M 因为合体了 因为已经合体了 这个地方常常错 就是要考虑到 它其实已经是变重了 变3M 那T减掉3M 然后要等于 这个向心力FC 可是向心力公式还记得吗 向心力公式 MV平方除以R 可是今天的M呢 一样要带入3M 因为它的总值量就是3M 乘上今天的速率V 就是第二小题算的V' 除以R R就是L 就是它神子的长度 对不对 所以这样就可以算出 其实这个等式的右边是3M 除以L 再乘以9分之GL 这个是根据上一题算得的结果 所以右边 等式的右边是3分之NG 等式的右边是3分之NG 对不对 所以最后呢 T就会等于3M 再加上3M 就会等于题目写的 答案写的 3分之10M 这就是它的张力T 这最后一题要想一下 可能还需要复习一下 前面的千直面圆座运动的章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